她的肝病已经很严重了 已经出现了轻微的腹水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怪不得你爸从家里搬出去呢 医生他不要紧吧 到了这个程度怎么能说不要紧呢 他现在需要你们的照顾和关心 他不可以上火生气 就算是这样 恐怕他也 太医怎么样 依照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 她的生命 也不会太久了 妈 胡太太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 那我先走了 妈 你先坐一下 你爸这辈子 因为那妾的事 我一直都不肯原谅他 其实 他知道他错了 一直想回这个家 我怎么就这么小心眼呢 要是我早点关心他 也许就不会这样了 妈 你想太多了 我爸这病 是在战场上落下的 跟您没关系 整理回 blog 与蔡 公交 你儿子 啊 我和你哭了 我都不知道 你上一次的哭是什么时候 你说你都病成这样了 为什么不跟家里人说呢 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 郭晓 你这辈子吃的苦 受的累太多了 我不想连累你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难道我不是孩子们的妈 你不是孩子们的爹吗 你早点好起来 你好起来 咱俩还要复婚呢 原谅我 郭晓 我不想跟你复婚 为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能让你刚有了男人 就受过 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们俩都要长命百岁 咱们俩要做爷爷奶奶 太爷爷太奶奶 你听见没有 好 没那个心情了 一陷在战场上 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活得挺来劲 那时候我知道为什么活着 可是现在 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我要要的路 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还是家里好啊 爸 你身体不好 就让我跟你住一间房间吧 晚上我还可以照顾你 不用了 玉璇 你们都离爸远点的 爸这个病会传染的 你都离我远点 我就让你妈陪着就行了 听听你爸说了吗 你们还年轻 小心传染上 妈在这儿放心吧 你们先回自己屋里去吧 快回去 你去吧 去吧 都长大了 志浩 你要不要去床上躺会儿 不 过休 我一直梦想着 就是我坐在这儿 特别温柔地看着我 现在终于有这一天了 我也病 你千万别说这样的话 志浩 你的病会好起来呢 放心 有我在这儿呢 而且我还盼着 你健健康康地来娶我呢 那身嫁衣啊 我前两天试了试 还能穿呢 我不能白做了呀 还惦记着我去 老太苦了 我 别这么着急 你真的要小心 不白做得到 爸 原谅我 原谅我不能听你的话 女儿 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女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女儿不会给你丢人的 爸 你要好起来 一定要好好的 等我回来看你 我回来看你 妈 照顾好吧 我走了 妈 如玉 嗯 妈 妈 你要保重 走吧 平安 平安回来 知道 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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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平安回来 回去吧